成交合攝影師 為何要投資投資 那買完土地了之後啊 客戶怎麼去參與這個投資 不然客戶可以在那個 RSP像這裡的當地加拿大人 可以用他的老人退休金 他可以用他的免稅財務 或是可以用現金 或是用公司投資 那剛剛提到 我們有兩個資料 投資 就是最傳統的土地投資 一年差不多10到12年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一個回報 平均32年利息是21% 負利是21% 現金流的項目就是每天有罰錢對付項目 這個是平均有10%的負責 接下去在安審有條件說SAFE 個人收入一個人要20萬 或是你家庭收入要超過30萬 或是你所有的流動員才超過幾百多萬 才安審財收入這個負責 後面再負責就可以了 客戶買了什麼地啊 不是說只是等在那邊 河頓公司是一個土地管理公司 我們有一個團隊 這個叫Vault i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這是我們的開發部門 這個團隊有68個人幫我們管理 我們有萬八億後的應付團 那他的負責就是說 做這些概念性的變更 那我們這個團隊的領導是叫 John Castellers 他是同意家叫 Stantec Engineering 那他在這個行業服務了有 超過二十七年 溫度化機場也是 也是他其中一個小 那他所有送上去給這些政府 要做這些概念性的規劃 到目前來還沒有一個 沒有錯誤的 那現在在雷雷我們去管理這些 Master Tank Community 有九十七個 OK 現在是這個雷雷是最多的 那可能這個 這個對大家可能是最 可能是最 可能是最想瞭解 就是說這個 這個回報 我們有個團隊是幫我們 負責做出廠 那你買了土地 河頓公司負責做了概念性的變更 那要找買家 那我們的買家是誰呢 我們有跟政府合作 政府有的時候也需要買一些 買一些土地 可是我們買一個最多的 這些電子商 買家 市場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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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